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节目内容就被指好 自目前内地当红的节目《我是歌手》 对此哈林当场黑面否认抄袭一说 因为我们这个也不是选秀 也不是比赛 所以我不太轻 可是当然共通点就是唱歌 那如果说唱歌的话 很多节目都用同样的主题在进行 用不同的方式同样的主题 早前有报导指 哈林接下歌喉赞后 加上之前台式的节目 以及将训任新一季中国好声音的评审 三个节目加起来月收入高达400万元 当日哈林表示具体工作并未完全确定 更斥责高酬劳实属无击 好声音的部分是还没有确定的 因为我现在这个第一点 歌喉战 超级歌喉战在进行当中 再来就是我自己的专辑要发行了 所以这个时间上 因为我当然希望能够以音乐为主 尤其是我自己有作品的时候 一个月400万 这个好像是报纸写 你应该去问那个写的人 我是没有收到400万 好的 好的 ありがとう нап playing posted